對於千八年來解釋不到的神秘事物 有人不相信 有人好迷信 有人迷而不信 就讓我們一一來拆解 信而不迷 Hello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信而不迷 今集要繼續跟大家講原神功 在很多不同的靈性工具裡面 我們去接收信息都要用到五感 例如視覺、聽覺、臭覺、美覺、觸覺、感知 在原神功裡面也是一樣的 但我自己覺得 認識這麼多不同的靈性工具 我自己覺得比較容易入門 以及具象化一點的就是原神功的工具 先講講其他工具 例如是Arkasa紀錄 我們在Arkasa紀錄裡面去接收信息的時候 可能有時是一些比較抽象的畫面 一些零碎的畫面 或者一些身體的感覺 但是我們是不知道為什麼的 可能是要自己再去感受 再去體驗 再去拆解 或者再去待著先 才可以知道究竟有什麼啟示給我們 有什麼指引和方向給我們 但是在Arkasa紀錄裡面的啟示 這些指引和方向雖然是抽象一點 但是是很大的能量 可以幫助到我們更加認識 我們自己靈魂的深處 我們的一些根源的問題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亦可以做到顯化 我們都可以在裡面去創造 以及跟我們的祖先的業力去解除 以及跟我們的前世和解 之前也分享過 我覺得最大的威力就是 在我們身體健康的狀況裡面 如果有些是跟前世有關的話 我們在跟前世和解的一些練習當中 是往往是可以幫助到我們去調適到我們的一些身體的毛病 另外 譬如好像希塔療癒一樣 亦都要去做一個練習 就是要去到上七的境界那裡 去到跟這個作物主去溝通 然後去見證作物主給我們的療癒 我們在見證的當下 亦都需要用這個五感 看到、聽到、感覺到、聞到、嘗到 觸摸到、觸摸到、這個感覺 去做一個見證 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說 就會覺得比較抽象一點 我也試過有些同學說 我完全感覺不到 我看不到 是一些比較抽象一點 但是希塔療癒對於我來說 是比較快一點 很快地去做到的 另外 譬如動物傳心感 我們可以直接去跟動物對話 而它可以直接去回覆一些訊息給我們 去傳遞一些畫面上的訊息 或者聲音的訊息 或者一些感覺的訊息 去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它的內心世界 或者它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我覺得都是一個挺好的工具 但是譬如說完神功 就是一些具象一點 如果你說 我不是一個視覺型的人 或者我不是那麼容易去接收到 一些那麼零碎的畫面 或者我接收到 那0.1秒閃過的畫面 我不覺得是一回事 用完神功去做入門 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在轉入完神功的過程當中 我們引導師就會在旁邊 和大家一起去走這條路 一起去引導 我們會用我們的語言 去引導你 指導你 告訴你 你現在去到哪裡了 你會看到些什麼 你會感覺到些什麼 其實是一個很即時的訊息 很即時的畫面 你相信自己的直覺 你便會呈現到在面前 而我們對我們目前身處的地球 是完全不陌生的 其實原神功是反映到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我們的一些狀況 我們現實生活當中的一些狀況 所以你進入原神功的不同的景點 你都可以很具象地看到一些狀況 例如一些層設 一些家具 所以對於我來說 初去接觸一些用五感 去運用的靈性工具來說 原神功可能是比較容易去感受到 容易去明白到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剛才說過是反映現實 除了反映 你可以在原神功當中知道現實狀況是如此之外 其實最重要不只是參觀示範單位 最重要的是顯化 是要有些什麼我們需要做的 想要的 扭轉這個局面的 去作出一些調整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原神功裡面 最大我們可以做到的功能 另外我想說 我的體驗五班的同學 通常玩完之後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到原理是什麼 所以其實可能在有些很輕騎的體驗當中 你可以自己去做 你可以自己去觀察 或者自己嘗試去做一些很輕騎的調整 當然我說的是很輕騎的 譬如米缸加米 清潔 窗打開 這些是很輕易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但當然你說是很複雜的 如果我裡面看到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我不懂得處理的話 當然你要找回你的引導師 但坊間我知道有其他的導師 或者引導師 他是不建議大家 可能參加完一次的體驗活動之後 就自己進入自己的原神功 三天不乎兩天 就去開槍 抹一下 是不建議大家這樣做的 因為覺得這件事很危險的 但是在我的經驗當中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很老實 我去上老師的五日課堂 或者是老老師的四日課堂 我們每一天都要去做練習 每一天晚上回到密宿 回到酒店都要做練習 但是我們未學滿師的 未學到很深入的 可能我第一天上完課 就是學到大廳打開槍 或者見到管家 那你那晚回去也要做練習 難道這樣不是危險嗎 我未學滿師 未知道如果我遇到一些什麼突發的情況 我怎樣處理 但是我也要回去做練習 那又如何呢 所以我覺得 其實簡單的調整 抹一下塵那些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導師或者有些引導師 他不建議你這樣做呢 當然可能是因為如果你遇到有些突發的情況 你不懂得去處理的 那就不是那麼好 又或者可能 始終我一個人在身邊的話 你未必那麼容易聽著那個引導去進入狀態 又或者是 去到某一個情況下 你發現自己不懂得去處理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最好有一個引導師在旁邊 這個我明白的 但是 我又很壞了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幾個水 上完一個體驗班 然後你就可以 三招五、兩人自己進去抹一下塵 打開一些槍的 那你還捨不得去找引導師嗎 那我 一去那句了 那我吃什麼呢 那我怎樣再修理二千多三千元一次的引導呢 對吧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商業考慮來的 事實上老老師也是這樣說的 對 商業考慮來的 但是我覺得一些輕鬆的調整是沒問題的 大家都可以放心去足的 所以 一些體驗活動讓大家知道 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那是好事來的 那也是在經驗上 有些同學都分享給我知道 他上完體驗班之後 他自己又去做一些輕鬆的調整 是顯化到在他的生活當中 是會過得順暢很多 無論是財運方面 還是健康方面 可能是多了一些收入的渠道 對於他來說 咦 之前未進入完神功去做調整的時候 好像沒有那麼順 有些是稀稀的 但是調整了之後 又發現好了 所以 簡單的 輕鬆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大家知道這個concept 是怎樣玩法呢 其實這是一件很方便 很簡單的工具來的 對 接下來 下次再跟大家介紹其他關於原神功的資料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最重要是按一下小鈴 下次見 拜拜